V01 第二章2 第三个部分要来写国字2的基本笔画练习 这边有分短痕还有长痕的写法 我们先来看短痕 那影片教学影片 除了这个字幕还有另外一组教学影片 他会写说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 这个叫做背向 就是这样比较有对比 不是像说有学校老师 学校会教说像电脑字这样写直直的 这样就没有艺术感 所以这边部分是秒的 可以这样写 秒两笔老师示范一次 注意看他的写法是有点难 这边 有点弧度的上去 好这个是其中一笔 那我们再写一笔 好这是描的部分 但是我们只要描两笔就可以了 接下来自己写两笔 慢慢往上弯 好这是笔画练习哦 就是这一笔的练习不是写二哦 好这样就可以算完成了 但是这个部分是算一个字 所以你可以再练 那现场上课的 这样就拿来给老师看 写两笔 描两笔自己写两笔 这样就可以拿来给我看 网路教学的呢 还可以继续写 停 走 好现在看不到写这个时候 所以你要自己要有感觉 好描两笔慢慢写哦 你看老师写字的节奏 老师也都不敢写很快 你如果说很感啊很急啊 写很快啊就要交差给老师 那不要练了 因为这样是浪费时间 没有达到修身养性的效果 就慢慢写 能专心写到什么时候 就交给老师 最多每天可以交三个字 你不要交三个字 你交这样也可以啊 我们有小朋友一天就是交这样子 或是一天只点 只点两个点 就交来了 也没关系 每天有写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很多人这一笔会写错 这边写两笔 你知道这里是5 这里是4 它也是从4到16 这样子停 再慢慢拿起来 老师会提说 越来越接近那个 真正写法的要求 再看一次再写一笔 先找到5 这里已经10嘛 中间再是5 你猜猜从4 往上走 走到10 它会超过10 然后再下来 好 那这个呢 这两个没有平行就是有问题 那就是这边写太高了 那如果写不好 尽量是不要擦 擦了会养成坏习惯 那就是可以再写一次 你可以写上面 我们因为这边描完就写这边 那你要继续写过来也可以 好 好 你先找到中间了 我们已经做过训练了 走到10 那它会超过10 你脑中要10 因为我们你脑中要 这边跟1一样 这边是9 往10的地方 一个铅比心高的地方写过来 再过来 大概是这样 好 这样是又一个部分 算一个字了 好 那很多人短痕不会写 老师要教你们技巧了 好 老师就会拿钱 1的时候老师忘记拿了 1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写 但是它还是要右边高 让你拿写习惯 我这边应该要从事 老师刚才没有注意 我们大概从 也抓不到啦 在旁边练习就可以了 它会这边比较低 然后这边比较高 这样写 好 你大概了解这个弧度 长短就不管了 好 接下来短痕 长痕是比较好写 短痕很多小朋友不会写 好 那老师在这边示范好了 里面在这边写的时候呢 是自己写哦 老师只是示范说 这个教法要怎么写 你在外面或是旁边 或是在别的纸张练习 好 你再有另外一只手压着 你体会一下 哎呦这真的很棒 懂吗 钱来帮助你 你至少要拿10块跟50块 写出来的角度是比较好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介绍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继续写2 等一下我们继续写2 下来 下来 下去 明镜与点点栏目